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胸围110 腰围75 不愧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完美男友 这身材确实定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想办法自救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出电了 扫 别动 为什么你能穿着NPC的马甲 自由进出 我却还卡在这儿 你是不是把我们实验的新代码 植入到百号天的原代码了 是 你呀 你呀 我都说了新代码还不够成熟 目前呢 也只有我和小汤两个人知道 你卡在游戏里面 我们会抓紧时间解决的 你之所以 能看到我这样 那是因为你不受程序的控制 但是在其他游戏角色眼中 我还是原本设定的NPC 不是宋义安 明白了吗 但是 游戏进程也不能中断 所以 需要你在游戏里面 坚持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多久 你总得给我个期限吧 谁在哪儿 总裁 你醒了 好 为了游戏能正常运转 你先好好地扮演NPC方怡 百事集团宣传部总监 能力延制Double Q 我会尽快解决Bug 就你出来 先说本周的发稿计划 昨天白总在晚夜上的发言 我已经安排新媒体发酵 全网通稿已发 今天上推荐位 另外短视频方面 我也安排了一些KOL做话题 一些是解决 KOL锤类和粉丝播放量是多少 不要让我再重复了 我不要模糊的计划 给我准确的数据 好的 还有 你们做的预算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迟到的 这么干净的地板都能摔 与主持的光环还是降致 刚刚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 走路急得要看路 不要摔倒在锅刀上 也像其他人 好 老大 是我眼花了吗 你刚刚看到代码自动消失了吗 不是消失 是全部自动替换了 怎么回事儿 他怎么不按设定跟白卫卫暗昧了 这就是你修改百号天元代码的后果 他的行动已经开始脱离脚本 连带着故事主线发生了变化 什么意思啊 那我怎么办 游戏彻底失控了 别焦虑 我需要你攻略百号天 让他对你的心动值达到六十 这样你才不会被下线 对了 你只要张手这么一挥 就能看到你自己的数值 劝游戏尽头 不不不不 绝对不行 是谁说自己是恋爱小天才的呀 怎么一到实战你就秒怂了 这脸打得疼不疼 我 我谁怂了 加油 加什么油啊加油 给钱啊开外挂 赶紧把我包装成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也要战斗 没问题 行呢 让方一来找我 好的 白总 方总监 你 是不是在 故意躲着我啊 嗯 白总 怎么可能呢 误会 误会了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前天晚上 你对我做了什么 前天前天我什么都没做啊 哦 那这个怎么解释 这 这还能怎么解释 就是您喝多了自己壮的呗 撒谎 我明明记得你 白总 您不是十点钟要开会吗 十点多了 晚上八点 那我办公室 第一个任务 让百浩天对我新动值突破三十 主动发出约会邀请 好 哦 床外的雨声 下的都认真 多了七个另一的人 突然想起你 感官变得痴疼 你 听不到铃声 看不清不得 雷尽的天 水墨漫漫 变得痴疼 最后的体温 最后的体温 减风 它也知道 我们 其实没可能 你一定要幸福 我选择探除 时间在倒数 最后的冷漠 你我的故事已经结束 你要好好走完这段旅途 我们都会幸福 失败了知足 你的世界会有人闯入 继续等待会等到下个日出 这段故事会让你我记住 别说了才有开始的可能 可我们终成不再是我们 不要再等 不只问 留在个自信里帮有的身份 离开我离开那些的眼神 以后都没有了你的眼神 关于你我就让时间封存 听不到脸声 看不清日的 泪水慢慢滚上了门 我最后的体温 夜风她也知道 我们其实没可能 你一定要幸福 我选择退出 时间在倒数 最后的落幕 你我的故事已经结束 你要好好走完这段旅途 我们都会幸福 学会的借促 你的世界会有人闯入 继续等待会等到下个日出 这段故事会被你我记住 接受了才有开始的可能 可我们终成不再是我们 关于你我就让时间封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